萨切尔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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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她表现出极大的关爱和包容 一直默默支持着她从政 可以说 萨切尔夫人 获得了婚姻上的幸福 但是在亲子关系上 她却是一位失败的母亲 当产下一堆龙凤胎后 还不到两周 她就投身当时的选举活动去了 由于一直忙于政治活动 萨切尔根本没有时间陪伴子女 由于疏于管教 儿子马克从小学习差 还在学校里称王称霸 连老师都不敢管 长大后 马克凭借母亲的地位和贵族头衔 到处惹是生非 1982年 就在因阿因马岛处于战争边缘之际 十年29岁的马克 参加汽车拉利塞失踪了 萨切尔夫人知道消息后 她在公众面前首次流泪 多方联系各国政府帮忙寻找儿子 失踪获救后 马克依旧不消停 继续从事一系列冒险活动揽财 2004年 马克因因参与赤道几内亚政变 在南非被捕 判处四年监禁缓期执行 当时 一身病痛的萨切尔夫人 不得不拖着病体 来到南非捞人 支付27万英镑罚金后 马克才灰溜溜地回国 马克的前妻离婚后 这样评价前夫 她是一个离开了妈妈就一事无成的人 而英国媒体也公认 萨切尔夫人叫子无方 是母辞子败的典型 女儿与萨切尔夫人的关系也非常冷淡 她常年居住在在瑞士 从来不回英国探望母亲 还疯言疯语地说道 母亲不应期待 我们看望她 家人不在身边的日子谁都经历过 我们年幼时也总见不到她 晚年的萨切尔夫人 因中风开始失忆 丈夫去世后 对她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2013年当她弥留之际 没有一位至亲陪在身边 陪伴她的只有医生和护士 即便去世之后 儿子女儿也不愿意第一时间赶回来 达里萨切尔的后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